接下来说一说电影方面的消息 根据华纳官方证实 曾经出演过电影《汉尼巴奇异博士》的 麦斯·米克尔森 将会在《神奇动物3》当中饰演格林德沃 在此前的《神奇动物》系列当中 这一角色是由约翰尼德普主演的 由于他和前妻是互控家暴 声势一落千丈 他状告《太阳暴》官司败诉之后 被华纳要求退出该系列 据报道 德普是三位主演当中片酬最高的 预计是上千万美元 华纳兄弟仍然将为德普 全额支付《神奇动物3》的片酬 尽管说对方此前只拍摄了一场戏 这一周之前有媒体报道称 说麦子书米克尔森将接下这一角色 而米克尔森接受采访的时候回应称 说那只是传言 我一直从报道上看到的 知道的不比你们多多少 所以我现在还在等那通电话呢 电影《神奇动物3》目前正在拍摄当中 格林德沃这一角色呢 原本在第三部占据了不少戏份 与埃迪·雷德·梅恩饰演的纽特 还有球德洛饰演的邓布利多戏份 基本上是相同的 预计影天将会在2022年的7月15号 在北美上映 那么如果有人呢 对《神奇动物》系列电影不是很熟悉 那下面要说的这个人 大家应该就很熟悉了 他就是吴京 他出演的电影《流浪地球》 哎呀 让我是印象深刻 是吧 喜欢这部影片的观众 你们的《流浪地球2》就要来了 官方宣布了 星片定档在2023年的大年初一 而饰演刘培强的吴京 最近也发来了VCR 暗示自己将会回归续集 可是在《流浪地球1》当中 刘培强为了点木星牺牲了呀 他会以怎样的形式来回归 目前还是个谜呀 难道时光倒流 大胆揣测了一下啊 从《流浪地球2》发布的概念海报当中 有这样一句话啊 他说我们说着不同的语言 却心怀同样的希望 为了拯救地球冒险 再次启程 再见太阳系 哎呀 共同期待两部新片上映吧 是啊 很容易 稍微 却将措定